大家好,我是Bern,方汉杰 我是一名企业咨询师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帮企业做调整 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特质 比如RETEAL,零售业 零售业注重的是地点和服务 制造业,manufacturing,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output capacity,生产力,还有它的技术 贸易,trading,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渠道,还有市场的竞争力 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业等等 当我们的团队在帮公司做调整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很多公司 他们的系统都是一,不完善 二,根本没有系统 那么在我们的团队帮公司做调整的时候 很多公司因此而转型,迈向自动化 以前有系统,但是是自己的系统 其功和其送 没有文字化 系统指的不是电脑管件 不是软件 而是一个可以让公司自动运行的制度 这个制度呢,是可以文字化的 是可以持续进步的工作标准 很多时候,中小企业 他们负担不起我们团队的咨询费 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个完整的系统 如何让公司自动化的系统 以大家分享 用小刀巨大数的方式 让更多企业家受惠 我们要成立一些公司 其实可以轻松50%去 50%我们要怎样去经营而已 这50%是系统吗 目前,中小型企业 面对的挑战分别是 经营成本的上涨 员工短缺 人才的竞争 海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 融资 现金周转 还有 行业面临转型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导 为什么 我们请到人才 却留不住人才 大公司 扩国企业 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想要裁业就裁业 这是为什么呢 而我们小公司 就那几个人 员工们表现得不好 还怕他辞职 这是为什么呢 让一个很明确地明白 那个东西 他一眼弯过去 他就已经懂 原来你的操作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搞掌手 这个东西 他们基本上 一定有五六十发现的 那个概念 我应该不用教的这么苦 这么可怜 很累 拜新闻真的很累 老板们是否想过 管理公司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比如 经营车门的上涨 很难招聘到 人 员工们无法自动自发 面对本地与海内外市场的竞争 现金流短缺等等的问题 其实 是系统处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都是连带关系的 你不可能只是 解决一个部分而已 比方说 公司员工无法表现 生产力一直保持 员工的年资 与花红一直上涨 老板 你的经营成本 能不上涨吗 提高生产力 那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 我发现到 我不应该炒废财 我应该把废财变人才 对 利用这个人才 如何让人才 吸引更多的人才进来 我就需要做一样东西 重整我公司的organization 相信大部分的老板 都面对过 现金流短缺的问题 晚上睡也睡不好 那到底为什么 那么该如何管理 你们的现金流呢 老板 DPPA和一带一路 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到底为你的企业 做了怎样的应对措施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 面对更强烈的市场竞争 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 会让我们烧走更多的严谋 我很喜欢上 我有上高卡丽及陈安芝 在基地课程 但是没有一个课程 能教到我们这样详细 学无直接 学习永远 不管你多成功 不管你现在 你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你公司做得到多大 你还是必须要学习 就是所谓的以时寄进 因为社会在改变 人也在改变 就是人家的人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老板 你必须要跟MSA Hugreek的系列 来了解这功能是超多的 想知道如何自行 这个让公司自动化的系统 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吗 我将在我的分享会 一一的分享我的实战经验 希望到时见到你 让我们共迈前进 将企业做得更好